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apsule Academy, this is Leo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a new concept of English book 2, lesson 48, Words 那老习惯进入正式课中之前,我们先看几个小的问题 首先,如何表达私人收藏 接下来呢,如何表达与此同时 那带着这两个问题, hope you're going to enjoy it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单词 叫做Pull,最后注意音,舌尖要舔上牙银 看我,叫做Pull,OK,very good Pull其实最基本的意思是推拉的拉 我们说推门,叫做Push Push,叫做Push这个动作 生孩子其实也是Push,往外推 你去看美剧或者说美国的电影生孩子的时候就喊Push Push Pull就是往外拉 拔牙这个过程不也是往外拉吗? 其实,对吧 所以它叫做Pull OK,very good 比如说原文给了一句话 我们单词造句 我直接给大家拿了一句原文 叫做My dentist has just pulled out one of my teeth 他刚刚把我的一个牙给拔出来了 OK,注意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动词加动词的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别的地方尽量几乎不变 重点就变这个地方的时态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把它换成了另一个时态 叫做My dentist pulled out one of my teeth yesterday OK,很简单 我把一个现在完成时变成了一般过去时 对吧 这其实就是我们说 你文章读懂了之后 如果你还会别的语法 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接下来 我又用了一个20课的 叫做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代替做了一个什么什么事情 对吧 说代替Pulling out the right one 说他本来应该把正确的牙拔出来 对吧 他替代了说拔出正确的那颗牙 My dentist pulled out the wrong tooth 他把那个错误的给我 拔出来了 这是咱们20课的 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再读一遍这个单词 叫做Pull Very good Next one 两个单词放到一起 咱们去看就行了 叫做Cotton wool OK,还是 你看这最后舌尖还是要舔上牙言 Wool OK Wool Very good Wool Cotton wool 其实就是要眠 各位如果拔过牙的话 反正我长大就没再拔过了 但小的时候拔牙的时候 每次拔完牙有几个流程 第一个是要咬一块药棉搁在那 对吧 第二是特别开心 买一根雪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童年记忆 叫做Cotton wool 就是你咬在牙里面 拔完牙咬在牙里面的东西 叫做药棉 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本质上是个名词 你造句又是无非找那些动词就好了 或者找之前咱们学过的其他习惯用法 对吧 比如说 She always pretends that she has cotton wool in her hands 这是我们26课学的 Always pretend 后边加了一个小的丛句 对吧 OK 那你看这里 你看我们造句子的时候 就随着我们 你看我们现在都学到新概念二册 第二单元的最后一课了 我们一直在造句子 我们可以试着去给它扩展一下 对吧 那你比如说你就要想这句话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你就可以想小孩过家家 比如说一个小女孩总想着自己是个护士 她总假装她手里面拿着一个药棉 对吧 那小男孩总假装自己打仗中枪了 然后躺在地上等待治疗 对不对 OK Next one So in her twenties 这两个习惯用法和语法 一个习惯用法 一个语法都是31课的 在她20多岁的时候 She used to sell cotton wool to doctors 在大二多岁的时候 她那个时候常常卖药棉给医生 对吧 OK Next one So please return this cotton wool to me Return something to somebody 我们复习了一下 不多说了 再读一遍 Cotton wool Very good Next one 跟我一起读一下 叫做collect 好 collect是动词 然后你注意有一个collection这个单词 这地方我提一个小点 我们学单词嘛 逐渐随着单词越来越难啊 单词越来越多 我们会逐渐引入一些所谓词根词坠 前坠后坠 对吧 比如说像tln这四个字母 一般放在单词的最后面的时候 它往往都是一个提醒 什么提醒呢 告诉我们这个单词 它很可能是一个名词 对吧 比如说collect 我们管它叫做收集收藏 集油的那个集就是collect 对吧 那我做了很多的集油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有这么多的收藏品 那这个名词我们就管它叫collection 所以两个单词我放到一起去学了 好 我们造一些句子 比如说he used to collect stamps 这里的stamps你换成什么都行 比如说你换成coin 像图这样 你给它换成coin coins硬币 对吧 可以你可以给它换成boxes match boxes 等等等等 我觉得你可以换成很多东西 你收藏什么你就换什么就好了 next one 用到了14克的语法和36克的一个习惯用法 我们给它拆起来了 说after he had collected stamps for 10 years after a 到后 b 对吧 过去完成时 说在他收集邮票10年之后 he set up a new world record 他创立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ok next one she is keen on collecting stamps be keen on doing something 我印象当中这是咱们20克pattern drill里面出现的文章当中并没有出现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个习惯用法给拉出来了 对吧 就说热衷于做某件事情 be keen on doing something ok 比如说are you keen on fishing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你能不能留言告诉我 你看你能不能听出来 对吧 are you keen on fishing very good next one 那collection 你注意它是一个名词 它是名词 它往往前面会加形容词 对吧 或者动词 ok 那我private collection 是不是就跟我们第一课的private conversation连起来了 ok 好 再来 比如说he is proud of his collection be proud of 对吧 他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收集的这个收藏品而感到很骄傲 很自豪 当然你也可以说he is proud of his private collection 他的私人收藏 continue he showed me his stand collection 他展示给了我什么呢 他的stand collection 他的这个集的这个油 其实就是集油 ok very good 那再读一下这两个单词吧 动词collect 名词collection ok next one 下一个单词很简单的动作 node node ok 点头 点头yes 摇头no 点头是node ok very good 好 说she nodded when I asked her if she was ready 好 这句话是我直接给你的 但是我想让你多看几个点啊 这实际上是我们逐渐进入下半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从句套从句 所以你前面基础越好 后面学的一般就越容易一些 说他点头了 当我问他一件事情 叫做他是否准备好了 你看这里分别出现了第7课和第39课咱们学的从句 第7课学的是时间从句或时间壮语从句 对吧 当我问他 问他什么事情呢 39课编语从句 if she was ready 他是否准备好了 对吧 ok 他点头了 好 next one 说she never nodded nor said anything ok 说他既没有也没有 这是25课学的 对吧 既没也没有 好 他既没有点头也没有说任何东西 25课咱们学的廉词 另外一个跟他经常作为一个对比的 叫做ever or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next one 说she could only nod 他只能点头 because 因为 because her mouth was full of food 他的嘴充满了食物 你看before of 其实也是一个小的习惯用法 好 那咱们接着再往下看 最后一个单词 meanwhile meanwhile 好 他的意思就是与此同时 其实你要拿他去造句 你就把它放在最前面 你随便造个句子就行了 对吧 与此同时 他在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 所以我随便造了一些句子 所以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造句 不需要造句指南 你就随便造两个句子 说他在那边吃饭 同时他在那边看电影 就可以 对吧 但是注意这是两个句子 因为他不是连词 他是副词 副词不能连接两个句子 好 我们说都是连词 25课咱们学的 连词才能连接两个句子 ok 说he won't come until 10 o'clock meanwhile you can have a rest 说他不会来直到10点钟 那与此同时呢 你可以休息一下 再来 so you can set the table 说你能整理一下这个桌子 对吧 你能准备一下这个桌子 不是整理啊 准备桌子 准备碗筷 meanwhile 与此同时呢 I will start making dinner 我要开始做晚饭了 与此同时 再来 说she spent four years studying for her law degree 这地方有一个超纲的叫做law degree 叫做法律学位 是吧 meanwhile she continue to work at the bank 那与此同时呢 他继续在银行工作 我为什么写了这句话呢 这个是实际上我在新西兰的一个经历 我第一次去银行 某银行办业务的时候 那个银行的柜员 我一看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去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我发现他就是我们澳大的part time 本科生 兼职的本科生 这是一个跟国内不太一样的 他兼职学习全职工作 是吧 很有意思 注意他是本科生 所以跟这句话就很像 而且那个人恰好真的就是在银行工作 学的恰好也真的就是法律的学位 好 那我再读一遍这个单词 跟我读叫做meanwhile very good 好 那我们看一个小的电影片段 叫做meanwhile my son is out there ok 来了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well they're doing their silly little impressions i am miles from home with a fish that can't even remember her own name boy i bet that's frustrating yeah meanwhile my son is out there your son chico right got it but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no fish in this entire ocean is going to help me well i'm helping you wait right here ok meanwhile 与此同时 好 那recap 本课的单词都很重要 没有太多的习惯用法 对吧 我们还是那句话 背单词的方式 不要一个单词一遍一遍写 你拿它多去造一些句子 好吧 ok 那private collection 叫做私人收藏 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 讲作业呢 单词造句老习惯 每个单词五句话 接下来反复听电影片段 ok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课程呢 欢迎大家关注订阅一键三连 分享给那些需要的朋友 来帮助我们快速成长 See you next time